桃園警方发现一部双载机车 行机可疑 上前蓝茶发现 骑士居然都是未成年 无照上路 不但如此 被蓝茶时 他们还情绪突然失控 脱掉上衣 对警方大声呛响 大事迫男子怒气冲冲 不停对远警咆哮 只见他脱到全身 只剩下一条内裤 把衣服鞋子通通扔在地上 不顾朋友劝阻 就这样在大马路上 持续叫嚣 就怕冲突持续扩大 远警赶紧呼叫支援到场 都已经被团团包围 男子还想继续闹 玻璃市决定不忍了 大声呵斥 要他乖乖配合 事发就在这个月8号凌晨 桃園市中立词汇三街上 当时巡逻远警 难查一部可疑的双载机车 发现骑士居然是未成年 无照驾驶 正准备依法开单举发 没想到后座的乘客 酒后却突然失控 当街脱衣 对远警不断咆哮 还蛮大声的 他把电子烟 藏在内裤里面 警方出呼调查 男子的电子烟内 并没有烟弹 因此排除吸毒可能 未免脱续危害行为 由资源警力到场后 带回所内管束 这回他因为黄汤下肚 脱续行为一螺框 让附近居民全看傻眼 好在资源警力及时到场 才终于结束这场闹剧 记得赖信林住场 白板望家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